关于植物开花时候的样子 我们第一反应想到的肯定就是一朵一朵的样子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种植物呢 它很特别 因为它的花呢只开半边的 所以我们都叫它半边花 它呢还是一种很实用的小草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要找半边花比较简单 因为它呢比较喜欢潮湿的环境 经常生于田梗盘 草地沟边以及西边潮湿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半边花了 它没开花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每年到五月快割谷子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开花了 它的花期呢很长 从五月可以一直开到十月 它的学名叫半边莲 半边莲呢也是它的重要名 为菊梗科半边莲鼠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的花朵虽然娇小但是很有特色 给人感觉就是它的花只开了一半 所以民间呢都叫它半边花 现在我把它拔一株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金比较纤细 是这种匍匐状 金的这个节节处呢会生根 所以它常常一长可以长成一片 它的叶子几乎没有柄 是护生的 然后是这种椭圆状披针形之长条形的 这种小草在生活中非常的实用 我们这呢经常大家会采摘来 晒干以后呢来煮凉茶喝 半边莲在我国的应用历史也比较悠久了 民间呢还有一句俗语是这么说的 有了半边莲敢于同舌眠 它还有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传说呢观音菩萨从普陀子竹林到寿藏的大吃盐 途经一个小村庄呢听见有凄惨的哭泣声 俯视一看房间一毛草屋呢 有几个小孩围在母亲的身上哭泣着 原来他们的母亲呢被毒舌咬伤了 一直昏迷不醒 观音菩萨看到这于心不冷 于是呢就从她的这个莲花座旁上摘下一朵莲花 取下一半涂抹在她的伤口处 没过多久伤口就流出了很多的毒汁 这位母亲呢逐渐的就清醒了 观音准备把剩下的半朵莲花放回座盘 不料这个时候突然狂风大作雷鸣暴雨 被吹落的这半朵莲花呢 就掉落在田野上逐渐的生长了出来 所以呢人们就称它半边莲 也叫它天雷草 半边莲在很多园艺花掌上还是常客 经常被用来布置花团和创意景观 它的花语是自由自在 君子之草 残缺未必是一种遗憾 在你们的家乡有见过这种小草吗 如果它有长在你家的地里头 记住别当杂草给出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朗朗 我们下期再会